護國神山台積電 上週的法說會 打臉了唱衰外資的看法 也給了台北股市無比的信心 可是上個禮拜五 外資大買台積電11多萬張 為什麼大家很胡疑 今天台積電怎麼漲不動了呢 不過台積電將指數空間讓出來 超狂展望 讓AI一軍士氣大震 封關前大型先穩盤 但是還有倒數11個交易日 會不會換中小型股發威呢 我想問問委員 今天A安效應擴散 像是PCB 散熱 IC通路都大漲 台積電為什麼漲不動 那漲不動是好是壞 中小型股封關之前 有沒有誰其實看起來蠢蠢欲鬥 對 我覺得答案是肯定的 一定會有航行 為什麼我們可以從 這兩天的台北股市當中 就可以發現 其實這航行有點搶搶棍 越來越好 量工快4000億元 對 沒錯 那當然我覺得 當然今天還是會關心台積電 為什麼會今天有點震盪 有點漲不動 其實很多很多的消息都指說 其實在禮拜五短線上面 因為漲太多了 所以先將空間把它讓出來 那把資金做一個擴散的效應 那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其實大家都在瘋牆 一些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這麼特別 這個是 明君有沒有看過這個 台積電的乖乖 台積電的乖乖 它有很多個乖乖 它跟乖乖聯名都非常多次 對 沒錯 這個是綠色 最新版的 最新版的叫 綠色精順乖乖 這個其實在1月18號 開始在各個廠區開賣 然後還有限購 最多12包288塊 然後網路上的一個標下 最高漲到一包500塊 一包月買賣24標到500 對 這個很誇張 因為人家可能想說 為什麼叫綠色精順 因為機台要綠燈 代表說這個很順暢 所以他們的幸運色就是綠色 對 沒錯 就讓它能夠一路的順暢 能夠運作 這可能是其他的電子廠商 要買的 對 其實很多 大家有用機器還是攝影 攝影大哥都知道 對 一定都要放個綠乖乖 每個都要放這個 所以這個對大家來說 其實是一個感覺還滿不錯 所以最近你看 這個一路漲到500塊 漲幅比台積電 股價還高 股價還要高 20塊 這個很誇張 當然現在還有講一個 這個學長要退伍 學長要退伍 台積電的學長要退伍了 為什麼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這個上個禮拜 因為台積電大漲 那我們看 上週有7800名的股東 見好就收 選擇把它賣掉 我跟各位講 你會後悔對不對 真的 你會後悔的 對 後悔 真的 學長要趕快 又要變學弟 再買回來 對 我跟大家講 因為尤其是一張以下的散戶 出手最多 佔比多少 94% 然後零股的股東少了4734人 人數其實都已經降到73萬餘人 但是千張大戶 這個獨序諺言 買了多少 增加了3人 千張大戶 可以買台積電1000張 有三個神秘大塔 來到了1550個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籌碼是一個很明顯的換手 對 這個也就是說 為什麼禮拜五大漲的時候 今天開始震盪 可是我覺得可能震盪過後 後面應該還是有機會 再持續的一個往上攻 就是說有一些600多塊的人 解他上禮拜先走了 對 就籌碼洗乾淨了 對 籌碼洗乾淨之後 當然有利後面再往上攻 你看像這個600T的學長下車了 終於領到退伍 等很久了 也等兩年多 終於退伍了 他不想等688 也不想等700 我跟各位講真的會後悔 後面我覺得來的機會還是滿高的 但這個人續報 這個他沒差 他本來就很有錢 他沒差 他從600塊瘋狂All in 買完就跌到500 這九妹 然後賠了好幾百萬 最後一次都沒有賣 他是奉行言懂的這句話 一張不賣 其次來 脫離超級韭菜 要賺一台小牛 有沒有機會 這個看起來似乎是有這樣的機會 不過對他來說那都不重要 對 我們股民關心的是 到底手上的股票 以及台積電 這是偽創的後市 這個大家有所關心 從上禮拜五的美股來做觀察 什麼超微揮達創新高 那台積電ADR就按兵不動了 我也剛才講 因為很多600T以上的學長 已經退伍了 可是大戶卻逆勢進來 尤其外資 一次買11萬張不可能做短線 那我們怎麼看他今天壓抑的表現 而且今天的一個下午 其實再來會有一個新的交易 交易的商品出現 叫做台積電的期貨 夜盤開始做交易 因為夜盤一般來說就是台值企業 可是現在多了這個台積電的 對 期貨夜盤 所以跟國際更接軌 而且法人交易的會更熱絡 甚至一些所謂操作 甚至避險 他都可以做操作 所以在各位看到節目的當下 其實已經在這個進行當中了 所以法人卻認為什麼 有助於台股國際化 而且交易會更加的活絡 就是說過去只能看台積電ADR 根本沒有夜盤交易 可以做台積電各股期 現在可以了 因為之前前幾年大家都會猜 台積電今天會漲到哪裡 因為看ADR 那這個就能夠直接反映出那個價格 所以我覺得對於行情操作來說 應該會更有這個把握 所以我們看台積電今天最高公到 這個633元 那收了一個小黑K 可是原則上還是收在平盤 今天收626 所以收在平盤 我覺得它現在是一個量縮 反而是好事 因為我還怕它今天如果再爆量的話 那就不好 反而今天呈現量縮整理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震盪整理之下 後面應該還有機會再往上攻 缺口不破都安全 對 應該都安全 我覺得台積電就是護國神山 都會有機會 好 那今天它沒漲 反而讓很多台積電的這個 AI擴散效應開始動了起來 有不少是很久沒動的 今天突然飆出了一根 那就不知道說到底要不要追 我以為我們看一下 幾個題材 今天盤面上面強的有哪些 對 因為這次的行情 跟過往不太一樣 大家過去想要說 台積電漲就是垃圾盤 其他股票都不會漲 可是這次不一樣 台積電在動 尾創漲了兩根 廣達也在漲 所以它也帶動整個其他的 相關的擴散效應 包含像封測PCB 散熱跟ICTone 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這些相關的一些邏輯是什麼 比如說像PCB的一個部分的話 比如說像今天這個 台光電 台藥 金鑲電 對 金鑲電股價在漲 主要是什麼 Intel推所謂的AI PC 我想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重點在說 從伺服器資料中心等等的運用 一定會用到什麼 PCB PCB是電子工業之母 所以一定會用到PCB 它也是一個重點的一個主角 另外像這個散熱部分 散熱部分的話就不得不提 我們看它說上 大家都看到 美超委 美超委禮拜五漲了36% 這個嚇死人對不對 這個大家以為是電腦壞掉 看錯了對不對 可是上個禮拜確實 暴漲了36% 重點是什麼 美超委有特別提到的東西 散熱 而且是水冷散熱 他們的很多客戶 對於水冷散熱 重點在這邊 感興趣 越來越感興趣 根據美超委的觀察 如果說我委員講的 大家可能還聽聽 可是美超委講的 你一定要信對不對 美超委講的 雲端市場最多有20% 採用水冷散熱的技術 所以這個地方也會是一個重點 最後IC通路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來留意一下 像輝達跟超委 其實他們都放棄香港 來台灣 設定所謂的一個物流中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一些通路的 他們就是幫晶片廠商 管理這個庫存 像今天的文業 這股價還出現了一個大漲 所以我以為等於說 他們來台設物流中心 未來他們發貨到全世界的晶片 都要從台灣出去 對 就從這個地方出去 然後就需要一些 IC通路的這個廠商 來幫忙做一個協助的一個動作 像台光電 台新科 文業跟安太科 我們來看一下 台光電當然這個 其實這三檔都公道漲停 對 大家有想 這都漲停了什麼買對不對 台光電 台新科 文業都漲停 那我們來對照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就是說如果說它前三季 能夠比去年賺得更多的話 其實對於它未來 今年2024年的發展 原則上是看好的沒錯吧 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 台光電前三季是賺了10塊半 去年賺15塊24 看起來有機會超過 就是2022 2023 對 這個2023 對 2022 2023 對 沒錯 所以原則上面就看說 現在它有沒有機會超過 有可能可是還不確定 它主要就是AI的一個PCB 那我們再看 風色的這個台新科的部分 其實前三季它賺多少 2023前三季賺5.09 去2022年是賺多少 6.37 所以它要超越 好像也有一點點難度 可是它主要 它的題材太棒了是嗎 NVIDIA跟輝達的 高階晶片的設施大單 爆發才剛開始 剛開始 今年的光要漲停 文業的部分也是 那文業主要是什麼 收購加拿大這件 叫Future的一個股權 所以它呢 目前來看 它的2023年的獲利 要超過2022 看起來有點困難 因為它才賺3塊 前三季賺3塊 然後2022賺8塊6 那就有困難 可是安泰克就不太一樣 股價目前比較低 然後前三季的EPS 前三季是2.39 2022是0.75 才賺0.75 對 所以它是大成長 好 大成長它的題材是什麼 AI的機殼散熱 加上ATX30 加上PCIe Gen5 好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我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外星數字 有點專有名詞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先來看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ATX3.0 這個是最新的 大電壓的電源供應器 也就是說現在AI的伺服器 他們都必須用到大電壓 大電流的電源供應器 這個安泰克它就有做 它最新的規格叫做ATX3.0 另外呢 從這個所謂的傳輸線路的一個部分 這個線材叫做PCIe Gen5 就5.0是最新 這個5.0厲害在哪裡 它是符合Intel的規格 Intel的規格是什麼 第十二代Intel的Core的一個CPU 它就必須用到這個PCIe 5.0 對 5.0的規格 這必要的喔 它是一定要用的 所以等於是強迫大家做一個什麼 升級的動作 那我們再看這個表格 其實這個圖表簡單來說就是說 這個是第四代的 第五代它傳輸的速度很明顯 更快 對 越來越快 而且安泰克有做什麼 這個地方是水冷式的散熱 剛剛美超維不是就有講嗎 水冷式散熱滲透率兩成 對 沒錯 那就是它也有這樣的產品 所以它有電源供應器 也有散熱 也有這個PCIe Gen5 那我們再看 整個散熱股價 當然不是只有安泰克 我們就對照一下 龍頭股 雙紅 旗紅 這兩檔 今天其實也是 旗紅漲停 對 這逼近漲停版 那我們看一下 股價當然都相對貴 386跟380 那我們再從毛利率上面去對 毛利率的話是23 20跟30 安泰克的毛利率是最高 所以目前來看它明顯是被低估 獲利能力最好 對 獲利能力 而且是被低估 那我們看一下 它的一個這個周K線 它前面有先漲過一波 對 那一波好風 對 很強 很強 然後被關 對 被關之後就下來了 被關下來就是受到一些管制 管制完之後 我們看到周K線 在上個禮拜 拉出了一根紅棒 它有一個重點是什麼 這個把前面一根黑K棒吞噬了 所以代表說其實它的一個 形態已經從空方 扭轉為多方的一個形態 開始轉強 這個周K的形態 對 這個是安泰克的一個周K 已經開始轉強 雖然它漲過一波 可是已經經過了一個什麼 修正 也一個多月的 對 那我們最後再看日K的部分 有一個重點 這一條藍色線是月均線 好 它今天有一個相聲線 雖然它留一點上影線 可是那短線上面 應該是一些當衝的一些操作 可是我們看 它今天是跳過了什麼 月線 所以代表說它短線 上面多頭已經轉強 另外我們看 它的前三季我剛才講 賺了2.39 賺贏去年 對 0.84 0.77跟0.7% 它之前有減資過 減資過後的財務狀況 應該是更加的情況 所以目前來看 公司的企圖性又展現出來 不然它也不會做減資的動作 所以從整體的散熱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題材上面來講的話 安泰克目前來看 毛利率跟EPS確實是被低估 大家也可以做留意 或許是黑馬 蘋果第一款頭戴裝置Vision Pro 上個禮拜五在美國開賣 本來大家嫌它很重 嫌它很貴 一台台幣十幾萬 沒有想到一開賣就擠爆伺服器 預售半個小時 實體店面的現貨賣光光 黃牛價格已經開出了翻倍的價格 二十幾萬一台 蘋果也釋出了最新的使用影片 真的看起來就像電影情節一般 你可以手放在空中 懸空操作相當多的功能 不過講到這個穿戴裝置 三月份還有一個穿戴裝置 神器要推出 那就是AI PIN 概念股之前講過一段 但這次不再是雷聲大於點小 誰可以受惠呢 我們先問加分 這個Vision Pro終於開賣了 結果本來大家想說 這麼貴幾萬有誰要買 殊不知閒貨才是買貨人 賣到爆現在買不到了 好 你看吧 真的買不到了 現在是差點沒貨了 因為疫苗售請 剛開始的時候不是來說 這個最懂蘋果的分析師 郭敏祺說不可能秒殺 而且數量絕對不會比預估的 還要來得好 結果你看賣出來 然後打臉了 而且這壽情價格 黃牛價還給人家翻倍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支Apple的Vision Pro 它的256G就已經台幣 11萬 11萬塊 不是小錢 再來如果你要容量加大的話 11.6萬 最貴1TB 12.3萬 我跟你講這都是小錢 為什麼 因為現在賣得比這個還要貴 而且容量還比較小 你知道嗎 現在目前的拍賣網站 黃牛價格 你看這是什麼 256Gb 最基本款的 最基本款的 原本要價是11萬的 你看它賣多少錢 換算下來台幣25萬 比原本的官網的1TB 還要貴上一倍左右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賣得有多好 賣得有多貴 賣得下價價 好 大家就要來看 為什麼這個東西它賣這麼貴 它真的有這個價值嗎 我們就來看 你看畫面上 這個東西它只要戴上你的頭部 裝上去之後 你知道嗎 跟以前我們以往印象中的 這種VR 虛擬實境 那完全不同一個層次 因為它這個是有點像是 擴增實境加上虛擬實境 裝置戴上去之後 你會看到裡面有很多的選項 選項你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看到這個選項之後 你就用眼神對焦去要打電話 打視訊電話 那個眼神對焦手一按之後 你就會看到對方的虛擬的畫面 就是照片就會投射在螢幕前面 你就會看到說 你在跟那個人對話之後 就很像生理其境 那個人再出現在你面前了 就是這樣的一個畫面 另外你也可以改變一下 你的這個桌布 你也可以把你現在看出去的景象 原本是你家 然後上面有一些桌式 有一些APP顯示在空中 你也可以把後面的裝置 改成像有這種雲海的感覺 你可以感覺上在陽明山工作 在阿里山工作的情境 因為你是戴著眼鏡 所以感覺好像你就是 一秒鐘換了一個場景 是 所以你想去拿就去拿 你想在海邊工作 就想像一下那個 比較度假的風險 你也可以換個桌布 所以將來這個Vision Pro 有可能會因此這個頭戴裝置 讓你改變世界 好的確 Vision Pro推出之後 在美國獨家開賣 就美國的消費者搶翻天 那也帶動了相關的概念股 有沒有機會是擺脫了 外資分析師預測的不看好 變成看好甚至追單 大家就很有想像空間了 但是我想問一下風總 其實除了Vision Pro之外 三月份還有一個祕密武器 我們之前講過 這是蘋果的前設計師出來 研發的叫A.I.Pink A.I.Pink大家常聽到 可是不知道說 它到底是有什麼樣的功能 它很小 而且它可以搭配手機使用 你覺得會不會賣爆 這一次不太一樣 你看這個字非常有趣 這個Humane 這個字是人道的 人類 人道 仁慈的 仁慈的對待 好像是在否則說 你戴那個頭盔好笨重 很不仁道 悶在頭裡面對不對 但功能不太一樣 不過它可以讓大家體現 真正生活上的A.I. 你A.I.不再只是說 什麼伺服器好像跟你很遙遠 或者說你在電腦上面 打一個什麼Chat GPT 只是說感覺到 只是不是很生活化 對吧 所以瘋子你覺得 戴那個眼鏡也不是很生活化 我不會戴一個頭盔走出去 我娛樂訓練 會被人家笑 對 那個娛樂訓練很有用 你戴個眼鏡 都有一點點的不方便了 這個東西就像一個 它叫A.I.Pink 就是女生的別增一樣 就34克 非常的輕 而且你看 這個是他當時在介紹的畫面 這個還可以投影到他的手上 就是他不需要螢幕 其實大家有興趣 你可以去這個Humane 這個官網裡面去點 他有很多實際上的運用給你看 非常有趣 譬如說他人在走的時候 他可以打到手上 你就可以看到說 你之前的訊號或回購 其實他前面還有更多運用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他今天我要買水果 我按一下照一下水果 他可以問他說我可不可以吃 他就會幫你分析 說這個水果裡面 是不是含糖量過高 你是不是適合 問你有沒有過敏 有的人可能是說在體重控制 有的人可能是有糖尿病 那除此之外 譬如說你今天看到 看到你的Baby突然間會走路了 突然間爬起來了很高興 那一剎那你怎麼去找手機 來不及拍 對 按下去之後 馬上就記錄出來 對 那另外的譬如說 還有像你在登山的時候 你突然間遇到一個風景 他會給你感受訊號 他會直接打到你打出來 你照一下手上就 他會警告你現在有強風 現在的風速可能氣溫什麼 突然間變了 對 因為有時候你登山 你不可能拿個手機出來 對不對 你過來身上的手 然後就當螢幕一投射 對 非常好方便 而且它就是像一個別陣一樣 它叫PIN 34克 對 後面有個磁鐵 這樣兩邊吸住 就夾住 大概這個699美金 大概2萬塊 對 2萬塊 因為剛開始 所以說 我告訴各位 這個因為它是蘋果之前的工程師 跟軟體工程師出來的 對 你看 連那個Chain GPT的那個 有沒有 奧圖賣有沒有 這個Same奧圖賣 它都成為它的最大股東 對 還有包括了什麼 微軟 LGR VOLVO 高通 創投 都來急著要來當它的股東 你就可以知道說 大家是不是看好 不看好不會說 想要當它的股東 連那個Chain GPT 那個奧圖賣 它都想要成為它的大股東 所以以後可能有機會 跟這個iPhone一起使用 對 我覺得 對 而且你知道這個iPhone系列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常駐 它也許每次東西一出來之後 會畏微風潮 也就是說 大家可能都會做出類似的東西 現在只是差別在哪裡 譬如說我iPhone跟非iPhone 可能在軟體的功能 看比誰強 可是硬體都是靠台灣 比如說硬體要做成很類似 其實台灣很有機會 只是說功能的強大余補 這個就是靠它的軟體 重點是什麼 你看今天已經盤面上 已經有出來了 有嗎 沒發現 大家都沒有感覺 你看今天陽明光 已經偷偷的漲了4.95% 這個陽明光是做微投影的 其實這個所謂的iPhone 它最重要有三大功能 哪三大功能 第一個 我要投影 對 那個很重要 這是最明顯差別 沒有螢幕 第二個 我要能夠辨識東西 我的鏡頭 我不是照一個東西進來而已 譬如說我照了水果 我怎麼知道它能不能吃 我要馬上把它掃瞄出來 快速邊緣運算 這個就必須要做到什麼 AI 3D感測 跟這個所謂的 一個快速的邊緣運算 再來就是說 我還要聲音來 聽聲音 用聲音統治 所以那個聲音要很精確 這個所謂的一個升學麥克風 但把這些東西 全部把它封裝起來 就必須要做什麼 維基電的封裝 所以你看這四檔股票 今天都有在動 而且都是下半場在動 陽明光 這地方漲了4.9% 而且都是下半場偷偷在拉 玉泰也是上來了 這個地方也是上來了 漲了2.多% 華金車也是拉尾盤 也是漲了快3% 這個地方也是 也是拉尾盤 對 漲了快4% 當然 這市場裡面其實我坦白講 他們位階我覺得都算 對 我覺得都有打群架的機會 可是你沒有那麼多資金 你如果要我 用一個專業角度來幫你推薦 其實我覺得 林森是不錯 林森但是它是低價 便宜 對 便宜 但是它EPS目前還沒有轉正 如果說我今天要考慮到 又能夠有正的EPS 然後又能夠有 這個比較親民態度 譬如說像玉泰 他正的EPS 正的 正的 5.8億元 400多塊 對 陽明光很關鍵的投影 EPS負1.93元 沒賺錢 買不下去 負1.93元 然後又7 80塊 我真的坦白講 我也不好 我也推薦的 心裡面也是氣上霸下 但是這堂股票 3059華金哥 請你好好特別留意 前三季是賺了0.9元 說真的 他是油虧轉贏了 對 他賺了一塊錢 他賺了快一塊錢 只有前三季而已 而且目前才在30幾塊錢而已 而且我今天要顛破一些大家所不知道 或是你錯誤的觀念 我對他印象就是車用盡頭 對 而且很多人每次講到華金哥 都說玉龍集團其實錯 我告訴各位 其實因為我很年輕的時候 在當研究員我就拜訪過這家公司 顏凱太當時他叫徐善可 很多人都根本不曉誰是徐善可 那沒關係 那個就是顏凱太其他投資公司 他一直要把這家公司轉型 轉型為什麼 轉型為車用 他又從數位相信轉型為車用 顏凱太英年早逝 他現在如果看到這家公司的成就 他應該會很高興 這家公司現在已經完全轉型 我跟大家講 這家公司他現在已經 跟玉龍已經沒有他的持股 可是他跟玉龍關係非常好 但是他原來他是做車用鏡頭的話 他還是有跟玉龍保持很好的關係 像早期的納智捷那個車用鏡頭 就是來自於華金科 還有他現在是轉型做什麼 像我們剛才講的 蘋果的穿戴裝置 他的元宇宙 我跟大家講一個非常有趣 他有元宇宙安控 還有他自有晶片 這個是最特殊 從來沒有台灣的公司 他自己能夠做AI晶片 他自己能夠做AI晶片 坦白講你那個穿戴裝置AI晶片 你不用去買那個什麼A100 H100 你不用花幾十萬去買那個晶片 可是你要有自有晶片 你就有掌握成本的能力 然後他本身就有意義 各位你常常看到電視上 有那個螺絲AQ-Check雪糖機 有個小女孩很可愛對不對 他代工就是來自於 華金科代工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然後這個3D影像的感測模組 對不對 他可以用在機器人 用在人臉辨識 用在我說的ARVR 我們舉實際例子 你知道洪拿電的前執行長 周永明先生 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自己跳出來 他自己周遊的很多公司 什麼數字王國 就是電影科技 然後後來自己成立一個公司 叫做XR Space 就是做元宇宙穿戴裝置 然後當然洪海還入主他1億美金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他在當時在這家公司成立的時候 他就說了我很感謝兩家公司 一家就是高通跟華金科 感謝高通你可能會 不會覺得奇怪 他感謝華金科 因為高通是處理什麼 處理通訊 華金科處理什麼 AI影像 華金科就是有這一塊 大家都不知道 它是隱藏版的 真正的AI的晶片概念股 我們說最近索羅門 我們台灣很有AI辨識 機器人的索羅門這張股票 他的AI辨識也是來自於華金科 因為這是來自於他的官網 你看華金科的晶片 跟他結合在一起 他把兩家公司的名字 放在一起 你做出鏡頭沒有AI 那個叫死於眼 就是傻傻的眼睛 你真的能夠做 這個所謂邊緣預算 那個才叫 聰明的眼睛 對 才叫智慧光學 然後華金科我剛剛所說的 他有這個內拋式 像拋棄式內視鏡好 還有像怎麼AQ-Check 還有一個叫做比爾蓋茲 不是 蘋果的川普 亞伯斯 他死於胰臟 胰臟還是不會痛的 你發現的時候 已經快來不及了 那華金科就是有 胰島素注射 人工胰臟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麼多的題材 犯這個玉龍家族 AI自有AI晶片 這個是最特殊的 對 自己本身有AI晶片 然後供這個所謂的AI視覺 像我剛剛所說的 AI PIN 還包括穿戴裝置 都需要他 切入智慧醫療 對 還有這個智慧醫療 是別人所沒有 像人工胰臟 拋棄式的 題材那麼多 來 最重要的是 我常在節目中 我常呼籲大家一個觀念 周縣200軍 是美國經濟經營操板的時候 很愛看的 多空關鍵線 你看到沒有 從去年1月以來 每次碰到這個周縣200軍 然後這個比教科士 化得還整齊 每次碰到就收上去 那這一次 11月的時候 曾經有來一波 就是告訴你什麼 3月份雖然說有這個 就是AI PIN 對 3月份 是說我有這個公司對不對 可是那個11月的時候 告訴你什麼 我明年3月 就是今年3月要出貨 結果大漲一波 隨著整個AI伺服器的下壓 又來到這個周縣200軍 又來到這個位置 現在是不是整個AI 又一擁而上對不對 剛好有修正過 而且他確定今年3月 你不要說3月還很久 現在過完年2月 過年就3月了 沒有多久就3月了 所以說這個題材將來 其實我覺得這段時間 還會持續發酵 而且它的EPS 0.96元的EPS 股價大概30幾塊錢 所以說這一波 會不會再現實風潮 我認為要過的機率是非常高 政界 雙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風紀案 拍案 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